大家好,欢迎来到今天的秘分财富晚报 我是金主播Zoe 以及我们的助理分音师团队成员Oliver 澳股收低,旅游股上涨 能源商MAY钻探更新大涨78% ESX200指数周一收盘下跌0.1%至7110.8% 周一消息称澳大利亚将从2月21日起重新向外国游客开放边境 旅游股今日大幅上涨 澳航今日股价上涨5%,收益5.45澳元 Fly Center今日上涨7.8%,收益18.9澳元 能源商Malbana Energy MAY 更新其在古巴路上Block 9区的M1钻井的钻探最新情况 该股今日大涨78%,收益0.066澳元 在线零售商CTT进军中国奢侈品市场大涨22% 在线零售商CTT周一宣布 已与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达成合作 进军中国在线奢侈品市场 为公司带来约1500亿澳元的潜在市场机会 预计到2025年 中国大陆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奢侈品市场 约占全球市场的25% CTT表示此次与京东的合作将为中国消费者提供1700多个奢侈品牌 该股今日大涨22% 收益2.85澳元 游戏商PlaySite推出新项目大涨29% 视频游戏公司PlaySite周一发布消息称 公司于2022年2月4日已推出第一个名为Beans的Web3项目 在扣除所有第三方费用后实现了838万澳元的净收入 此前该公司于1月6日推出了其免费会员为基础的Beans Discord社区 目前已经累积了8万多名粉丝 该股今日大涨29%收入1.3澳元 来看澳股排行榜 涨幅榜第一名 农业商GNC上涨12.3% 第二名旅游集团FLT上涨7.8% 第三名旅游方案提供商CTD上涨7% 第四名旅游方案提供商WEB上涨6% 第五名农业商ELD上涨5.2% 跌幅榜第一名资管商MFG下跌11.2% 第二名人工智能公司APX下跌5.8% 第三名房地产公司URW下跌5.2% 第四名数字银行VUK下跌3.7% 第五名资管商JHG下跌3.5% 下面是市场快讯 资管商MFG董事长休病假并公布基金管理规模 公司周一宣布其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 Hamish Douglas已申请了一段时间的并假 该公司的一月份基金管理规模总额为935.4亿澳元 低于上个月 今日该股下跌11.2% 收于16.43澳元 石墨生产商SYR材料工厂扩建 融资2.5亿澳元 公司周一宣布其董事会已批准一项最终投资决定 将其位于美国的活性阳极材料工厂 初步扩建至1.13万吨每年的产能 并宣布以筹集约2.5亿澳元的资金用于该扩张 该股今日暂停交易 右矿商AGE完成期权邀约 筹集820万澳元 公司周一宣布已完成对2021年10月29日登记日的股东 进行的十送一长期持有期权的邀约 邀约完成后 共筹集了820万澳元的额外资金 该股今日上涨5.8% 收于0.073澳元 农业商GNC发布22财年盈利指引 公司周一预计22财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在4.8至5.4亿澳元之间 高于21财年的3.3亿澳元 强劲的指引反映了公司出色的供应链运营计划 以及全球对澳洲股物的高需求 今日该股上涨12.4% 收于8.1澳元 以上是今天的信息来源 密分财富 智慧理财 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 加以长青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